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诚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各位姐妹的家人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在这训练一段的开始 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Amen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 自由奔放了开快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得觉神的爱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 自由奔放了开快 我要赞美 我要歌声 招呼主的奇妙爱 姐妹带我们来唱 青春张扬 眼空照耀 仿佛对我微微笑 振振微风 徐徐吹颂 逍遥自在白云飘 鸟鸟 花香 逆早如影 青春时光多美好 晴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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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 晴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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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呼住的寂寥 畢兄 带我们来唱 清晨张扬 天空照耀 彷彿对我微微笑 真正微风 续续追手 逍遥自在白云飘 鸟语花香 绿草如荫 青春时光多美好 清晴幻肠 清晴幻想 烦恼全都不见了 起来 采气独立 采气独立 享受主爱 只有奔放的海外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 任何决生离爱 采气独立 享受主爱 只有奔放的海外 爱情独立 享受主爱 自由奔放的海外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决生离爱 采气独立 享受主爱 只有奔放的海外 只有奔放的海外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决生离爱 在基督立 享受主爱 在基督立 享受主爱 只有奔放的海外 在基督立 享受主爱 只有奔放的海外 在基督立 享受主爱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决生离爱 在基督立 享受主爱 只有奔放的海外 我要赞美 我要歌手 抗互主的奇妙爱 我要赞美 我要歌手 抗互主的奇妙爱 我要赞美 我要歌手 抗互主的奇妙爱 是的 主 我们在祢的里面 主 我们要赞美 我们要歌颂祢奇妙的爱 在我们的当中 在祢的爱里面 主啊 我们得着那真正的自由 主啊 是的 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爱 来让所有的人知道 主啊 在祢的爱中 得着那充满喜乐的 充满自由的 主啊 释放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主 祢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在早晨的时候 我们就宣告 主 祢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主 祢的爱也在我们所有人的里面 谢谢主 我们感谢祢 将荣耀鬼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 应许我们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 主的话语就是灵 就是生命 主的话语能够解开我们心结 主的话语可以让我们进入到生命 是一个得自由 得释放 得喜乐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来 从主的话语里面 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 好让我们每一天 我们活在主话语的光中 让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我们里面都有一片坦然 我们都有一个喜乐和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 共读神的话语 让我们也接着神的话语的教导 我们可以为许许多多 还没有得到这些祝福的人 能够一起跟我们 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我们来共读神的话语 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十九到二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十九到二十三节 我虽是自由的 无人侠管 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我要多得人 像犹太人 我就做犹太人 我要得犹太人 像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像没有律法的人 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 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 其实我在神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 在基督的面前 正在律法之下 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我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我要与人 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我要与人 同得福音的好处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 他无论是面对任何人 他相处的时候 他都能够非常地坦然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认同这些人 他愿意跟他们相处在一起 吃他们所吃的 喝他们所喝的 穿他们可能是 类似的这些服装 去理解他们 而他不会感到很难过 他不会感到很受委屈 或是勉强 他非常乐意 跟他们一样 跟他们一样这样的生活 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保罗说 我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 在他里面发动 使他成为过去 他面对跟他不一样的人 他是绝对排斥的 在圣经里面 在使徒行传 他曾经这样介绍过他自己 他说 我原是犹太人 我生长在基里加的大树 我长在这个城里 就是长在耶路撒冷 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 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个教法师 他说按照我们祖宗的 严谨的律法来受教 热心侍奉神 像你们众人一样 这一个人 他在最严谨的教门 就是法利塞教门之下 受教育当时最好的一个老师 他这一生很以他的身份 很以他的家世 很以他受的这个教门 他受的这些的教育 他今天成为那样子一种人 很以以为荣的 他一生就想要过一个 能够讨上帝喜欢 他能够过一个分别为胜的生活 然后他到处也盼望别人 跟他一样 能够向他热心地来侍奉神 可是这种人热心侍奉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说我逼迫信奉这道的人 直到死地 无论男女都所拿下奸 信奉这道是什么 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 他却因为他自己的主宗的遗传 他热心到的结果 结果他发现有些人跟他不一样 这些人 他们是没有受过那种严谨的 这种教育 没有在那种宗教教育之下长大 也许不像他那么熟悲这些经文 或者是穿着像他一样 那些规矩像他一样的人 他觉得这些人不跟他一样 这些人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逼迫他们 强迫他们跟他们就范 要像他一样 像这样子的人 对于跟他不一样 不一样圣洁 不一样的热心 不一样他的虔诚的人 他说视作是敌人 但是对同族人都是这样 更何况是那些被视作外邦人的 在他们看作跟猪狗一样 不洁净的人 他更是排斥的 可是今天讲这句话的 原本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保罗 他却说 我现在像的什么人 我就做什么样子的人 他无论到罗马去 无论到贴萨罗尼加去 无论到哥林多去 到以弗所去 他到加拉泰去 他到许许多外邦人的地方去 他居然说 我要得着这些人 我就愿意像他们这样 我愿意见他们 跟他们一起吃 跟他们一起 和跟他们住在一起 是什么使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 使他从过去非常的拘谨 非常怕干犯了一些条例之后 得罪了神 到他非常喜乐的 非常甘心乐意的 他愿意摆下这些 打破这一些过去的成见 进入到人群当中去 这种心态 是怎么开始改变的 我们过去 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对的 觉得我们才是正统 我们的信条 或者我们的一些观念 我们的一些想法 才是最正确的 结果我们想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就让别人感到非常的难受 非常的不自由 你很自由 但是我们不自由 这些自由往往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跟胡作非为 任意妄为 其实有时候只是一念之隔 在有人看来 你的自由其实 你完全的不能够理解到我们的需要 你只是高兴这样做 就这样的做 就使我们受到更大的伤害 你的那种自由 不是我羡慕的 那里面带着强制 那里面带着控告 那里面带着逼迫 那里面带着骄傲 带着自大 亲爱的兄姐妹 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 今天我们一般人在讲的自由 联合国训言里面讲到说 我们人有言论的自由 我们有信仰的自由 我们有免于匮乏的自由 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所知道的自由 有人说得好 自由是什么 真正自由是 不要去侵犯到别人的自由为度的 才是自由 听起来都是很抽象的 虽然我们很希望 我们有言论 我们有信仰 我们有居住 我们有各方面的自由 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我们确实发现 有些人高喊这些的时候 会使另外的一群人 感受到更大的压迫 有更大的这种被侵犯的感觉 当我们海上新闻自由的时候 可能我们常常也会 我们越过了一些界限 我们让一个人 我们就觉得 我们好像我们的隐私也好 或者是我们 明明不是事实的事情 然后被叫宣言出来 可是我无力 我去澄清 这些的自由 造成的其实是 更大的这些捆绑和伤害 尊者的自由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所讲的自由 都是非常的具体 让你可以明白的 比如说一个人 他是在监狱里面的人 监狱里面的人 他能够被释放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出去了 这是一种自由 打仗失败了 你被俘虏 但是我今天释放你 让你回到家江去 你可以回去了 这个是一种自由 你本来是奴隶的 今天你可以被救赎出来 得赎了 然后释放你回家去 让你自由 这里面跟我讲到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或多或少 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 监牢里面的犯人 我们也是奴隶 我们也是被打败的人 我们是罪和死亡权势之下的 奴仆 犯人 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 因神施恩怜悯 我们今天罪得赦免 我们被他的宝血买赎回来 我们成为一个 在他里面自由释放的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先得到的自由 不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 很多人因为被人挟制之后 他无力挣脱 他想办法 他要结合更多的力量 去打破这个局面 结果他造成了 可能又是另外一些人的受伤害不自由 但是只有我们的神对待我们 使他自己道成肉身 为我们付上代价 他为我们付出暑假 将我们从这些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 所以神经告诉我们 我们这位主 他担当我们的忧患 他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 他是为我们的罪过犯受害的 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的 所以为我们这一群不自由 不释放 被捆绑牢牢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挣脱的人 为我们付上代价 神使我们的罪孽 跪在他的身上 然后使我们可以得到自由 当耶稣基督释放我们 都可以自由的时候 神的儿子要你自由 你就真自由了 所以当他呼召你说 来跟从我的时候 他对门徒 他对西门彼得说 来跟从我 他对拿大爷说 来跟从我 他对本来是税吏的马太说 来跟从我 他对历世历代的 这一些的神儿女 说来跟从我的时候 很多人讲来跟从 哎呀好可怕 我是要抛弃掉一些什么 我的名 我的名声 我的头衔 我的一些在我身边 我的财富 或者我引以为傲 或者别人也因为这样子 对我就比较在乎的 那些东西 我是不是都要舍弃掉 而那些我拥有那些权利也好 我有地位也好 好像是我在某个领域 我有一个可以要怎么样做 我就怎么样做的自由 如果是跟从主 要放下这些 使我变得更不自由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儿主让你得自由 那是真正的自由 祂不会让你再跟从祂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拥有一些什么 但是你患都患失 你很怕失去这些 你想要得着这些 又怕失去这些 里面常常充满的是恐惧 担忧 沮丧 灰心 害怕等等 祂说我要给你的是什么 我要给你的是生命 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 是喜乐的生命 是这道永永远远的 美好的生命 当祂给你的时候 你一旦你得着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会发现 祂跟你过去 你以为的完全是两回事 你还没有认识祂之前 你很怕这些都是损失 一旦跟随祂之后 你逐渐的 你就会像使徒保罗他说的 他说我过去那些 我认为以为与我有益的事情 我过去很在乎我的家 我很在乎我的财富 我很在乎我所拥有的头衔 或人被我的夸赞 对我的夸赞等等 可是我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我发现这些东西 跟这位神比起来 原来都是粪土 只有跟祂在一起的时候 在我里面 即使外人把我剥夺掉什么 但我里面那个丰富 像泉云一样 不断地涌流出来 不断涌流出来 让我在最困苦的时候 我仍然可以得到安慰 让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仍然觉得不是那样的孤单 反而是跟祂的关系 更加地亲密了 我愿意 我愿意像祂对我一样的 能够去对别人 所以任何一个真实甘心 来跟随神的人 他生命当中 他都会有这种经历的 生命当中有一个人 叫做菲利 不是使徒菲利 是一个我们叫传福音的菲利 这个人 他曾经 在耶路撒冷 当圣徒被逼迫的时候 他也到了撒玛利亚去 到撒玛利亚 他到处就在那里传福音 这个人到哪里去 他让神的祝福 也就传到那里去 所以 当撒玛利亚 他到那里去的时候 就带着许许多多人的归主 亲爱的兄弟 你要知道 撒玛利亚人 跟犹太人之间 他们是有很深的世仇的 他们不愿意 跟他们接触在一起的 但是在基督里的真自由 他里面拥有一个 道成柔成的主 在他里面 主怎么样 他也就怎么样 他走到他们当中去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 跟他们在一起 觉得好像自己被沾染了些什么 好像会被那些影响 好像会被那些人 会怎么样来对待 觉得委屈或勉强 他一点都不 他把主的丰盛 就这样的传递出去 许许多多撒玛利亚人 就信主了 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接下来 主要跟他讲说 你去往加撒的路上走去 干什么呢 去跟一个他过去 树美生平的人 他是一个外邦的人 一个 一个埃提亚伯的一个太监 主跟他去传福音 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 福音就传到了 伊索皮亚 就传到外邦去了 这一个人 少不会觉得说 我今天跟这些人在一起 我已经委屈 哎呀 我觉得 哎呀 神那你找另外的人吧 不然的话 我这个人 我觉得要跟他们在一起 有失我的身份 我已经在撒玛利亚 我已经为你做了很多了 现在却有点过分了 不 他甘心乐意 当他完了这件事情之后 主又把他带到亚索都去 又把他带到盖撒里亚去 继续跟那里的人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基督里面得释放的人 他会是一个 愿意做耶稣基督的奴仆 他愿意像他的主一样 他就甘心地做主所做的 主要他所做的事情 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亲爱弟兄姐妹 当我们被买书回来 我们成为阿爸天父的孩子 我们也是 终买书回来 为他而活的一群人 让我们也能够继续的 我们能够像主一样 他像什么人 他就做什么样子的人 他要拯救罪人 他就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 他把他自己活在众人的面前 他如果高高在上 我们永远够不上 我们永远不配来他的面前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从最终得自由 得拯救 我曾经 我的年轻的时候 我有个很深的经历 我跟我的弟弟 很喜欢小孩子 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大学生 我们看到教会有一对夫妻 他们有一个孩子 非常的可爱 我们叫他豆豆 这个孩子 每个孩子看 都想要抱抱他 我记得我有一次 我们两个看他 我们就很高兴 跑过去要把他抱起来 想要亲他 他的反应是什么 大哭 吓死了 我说我们那种人 就这么爱他 你怎么就跑掉了呢 那才明白 因为你太大了 你那个 你懂爱的表现 然后我完全承担不住 后来我才学习到 如果今天你要他来接纳你 你就得把你的身段 要摆下来 蹲在他那面前 跟他一样的隔头 他才可能 才稍微松掉一些戒心 让你来表达对他的关心 亲爱弟兄姐妹 小孩子对小孩子 很容易彼此就关在一起 大人对小孩子 你需要学习主的道成肉身 需要把你的身段放下来 要别人与我们同德自由 你今天就要放下你自己 让你进到他们当中 像什么人 就做什么样子的人 好让我们今天 我们在出门之前 我们祷告在主的面前 主啊 求主 你使我像你一样 为了让人同德福音的好处 我甘心乐意放下自己来 谢谢主 我们一起开山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 祆开山祷告 谢谢你 我们学习你的好处 我们也学习祷告 谢谢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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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作词 就是为主意 我们要转 так 我自己没有那么打开 是的 主 主 我感谢赞美你 主啊 是的 主 因为今天你的话语 对我们说 神的儿子在哪里 神的儿子使你们自由 你们就争得自由了 主啊 社主 我们谢谢你 主 因为在你的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 没有任何的恐惧 主啊 社主 赞美你 主 在你的爱的大人的当中 主啊 你释放我们 主啊 进入到那个自由的里面 主啊 社主 你也帮助我们 脱离所有一切罪恶的挟制跟捆绑 主啊 社主 特别是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主啊 社主 他们一些的坏的习惯 或者是一些过去的经验 主啊 狭制 主啊 使他们不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 得着你的爱的 主啊 甚至是 特别是为了华人 因为一些的宗教文化习惯 甚至是亲情的影响 主啊 他们一直不能够 主啊 胜过那个样子的狭制捆绑 进入到你的爱里面得自由 主啊 社主 今天主你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主啊 社主 使我们得着自由吧 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在你的爱中就没有惧怕 主啊 你的爱是那样的完全 主啊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怎么样 主啊 你使保罗 主啊 你使那些门徒 他们的心可以回转 主啊 他们可以更多的向你 主啊 我们大大向你呼求 主啊 你做成这样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中 主啊 借着你的道 主啊 借着你的灵 主啊 帮助我们更多的向你 主啊 把你的生命 服侍到我们的里面 主啊 好叫我们去哪里 就知道那在我们里面的 主啊 你亲自的出来 主啊 来服侍着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 主啊 他们触摸到你 被你触摸 主啊 他们的心就得以回转 主啊 我的神 你自由的爱在我们里面 自由的来运行 主啊 我们仰望赞美你 阿们 亲爱的主 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亲爱的主啊 你跟阿爸父 圣灵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然而主 你为了我们这些的罪人 你甘心舍掉所有的一切 来到我们中间 你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了人的样式 只有人的样子 只有自己卑微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主啊 这个生命 主啊 拯救了我们 主啊 也融化了我们 亲爱的主 求你保守 今天你的教会 我们也不在化地自现 不活在围墙里面 我们根本不是在 自己小圈圈里面 我们乃是愿意跨越出去 进入到这些需要的人当中 让他们与我们 同得福音的好处 享受在基督里的真自由 主啊 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 遇着的人 会因为我们这样的领受 能够与我们同得这样的好处 感谢主 垂经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 自由奔放了开拐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 任何决生的爱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 自由奔放了开拐 我要赞美 我要歌声 找不住一心跳